回到旧金山一定要去吃天下一锅 这个是我每次回来都要吃的 好现在去吃天下一锅了 离我们家很近 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 到了天下一锅了 准备进去吃了 天下一锅 这个地方吃东西很优雅 东西是非常好吃的 吃住 吃住的 所以说要拉点作料 自己调口味 要吃盐须的 盐须是非常好吃的 再来点葱 来点花生酱 大蒜 算是很好吃的 然后再来一点沙茶酱 这个是沙茶酱 我喜欢来一点花生米 吃起来很香 然后这边来一点 来一点酱油 要不要没味道 谢谢 谢谢 能吃辣吗 能吃辣 小米椒很辣的 那个小米椒 那我尝一下 我从来没吃过这种 小米椒 那我来尝一尝 这个也挺好吃的 酸辣汁 要是单炒一碗 加点小米椒辣 好好 蘸肉啊蘸面 谢谢你啊 哈哈 这是第一锅 点了 点了好几个 然后准备烤来吃 还有煮火锅吃 那我现在呢 先放一点 先放点烤来吃 烤来吃特香 这个比较薄的 煮火锅 老杨看看 马上就吃了 还没烫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因为是刚刚上桌子 还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羊肉串 羊肉串 只有我吃 你这个火小 他刚刚才开始 嗯 小心 嗯 可以 好吃 好吃 这个放里头 好的 肥肠倒进去 嗯 嗯 这个是羊肉 羊肉蛋 嗯 嗯 味道还不错 嗯 其实趁热吃 冷了就没那么好吃 冷了就没那么好吃 煮的好 煮的好哈 嗯 老羊不吃羊肉 他一只羊肉就会过敏 所以说 这两串就由我来吃 嗯 嗯 味道还可以 你还得再叫两个 这个猪肉水饺 特别好吃 嗯 南瓜饼 你一个我一个 做的特别好 来拿点这个 把它一煮就没了 嗯 慢慢吃 你拿 不用 把它就没了 没了再扁 嗯 这个牛肉特别香 看 又润又香 现在开始烤肥肠 要把它烤的焦焦的 就很香 吃的光光 我们绝不浪费 也不多点 所以说每次 都不会有剩的 不想点多了 浪费 然后这个店 生意还不错 几乎每个桌子都满了 好了 好了 我们走了 走 吃完了 我们就走了 出来了 好冷的外面 旧金山的夜晚 就是非常的冷 不过离家还挺近的 几分钟 就到家了 去吧 好好吃 好 飞 吃 小蒜 你 好 之前